新鴻公發威 官大駕險招架不住 剛剛的狀況就是說 我們也滿突然的啦 稍微有點沒有做好心理準備這樣子 可能他也想說配合大家這樣子 他也有瞬間下來 不然以我們的經驗上 他可能沒有那麼快下來 廣澤尊王妙玉火節 考驗明星公主 是在三四點的時候 凌晨三四點的時候 就是火勢是最大的時候 當下就是會對自己的這種信仰 有一種質疑 我拜你那麼虔誠 那為什麼還發生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還是不是沒有保佑 是不是怎麼質疑 矛盾 傷心 悲憤 很多一些帳號就來留言 活該 報應 怪力亂神 上帝不饒輸贏 反正就是各種不理性的言論都有 藝人賴明偉從小與家人 虔誠供奉廣澤尊王 但在傳承的這條路上 卻歷經波折 後來廣澤尊王給了什麼樣的指示 令這位明星公主願意繼續為她服務呢 信榮公的神威不僅如此 在府城還有以官大駕辦事文明的西羅殿 相傳信榮公還曾下海大戰惡鬼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廣澤尊王最耐人尋味的傳奇故事 就在今天的臺灣百妙 臺灣的民間信仰 男神的形象大多是成熟年長的 然而也有少部分帶著同志臉龐 年少及成道的神明 除了大家熟悉的三太子 還有一位相當擅長抓鬼的年輕神明 並且有個帥氣的翹腳神稱號 猜到了嗎 他就是廣澤尊王 百妙小組這一回來到了府城的西羅殿 他不但是廣澤尊王重要的信仰中心 據說廟名還藏了一則有趣的小故事 在青條五條江的時代 這裡都是買頭江人 買頭江人的年齡時 他們都想要擲嬌 那一般擲嬌時看他們都笑味 我就會問他們 這邊擲嬌怎麼辦 他們就說四六甸的 因為誰說四六甸的 因為四六甸出名就是大戀 大戀這是一個社員說我寶寶我寶贏 所以我們也延伸就在這裡沒分 你如果要拜拜的時候 我要拜四六甸的 因為拜四六甸的大戀 就是大聖的意思就對了 大戀就是我們說的大戀 四六甸的冬大戀 就是在府城的最出名的 清代的五條港就位在西羅殿一旁 後來泥沙淤積 已經成了廟前的大馬路 當時因為聚集了不少工人 在此賭博 而西羅殿最著名的大戀 諧音像是台語銀錢的意思 後來慢慢演變為 西羅殿內這樣的邂逅語 由此可見這間廟宇 在台南的歷史以及神威 究竟大戀是什麼 西羅殿裡又有多少傳奇故事呢 跟著我們先從認識這裡的主神 廣澤尊王開始 廣澤尊王他姓郭 名中福 他出生在西元九二三年 在五代的時期 他是歷史上是真實的有這個人 他十六歲就成神 他有一個過程就是說 他早期是個牧羊童 有一個羊圓外 因為他在那邊牧羊就對了 就是被羊圓外請在他家 管理他的牧園就對了 但是後來得到一個地理 然後後來成神的過程的話 他羽化身天就盤腿起來 往上要得到了 媽媽非常不捨 就拉住了他的左腳 把他左腳拉出來 所以說我們看起來 他就是右腳把他翹起來就對了 然後因為媽媽拉住他的左腳 所以說就這樣就眼尖就張開了 所以說他的神像特色第一點年輕 第二點眼睛是有點凸眼的 第三點他已經是翹腳的 台南西羅殿 鑒於清康熙年間 因為歷史悠久 在台灣的信翁宮信仰當中 有一定的地位 然而作為超過三百年的老廟 當初又是什麼原因 來到台南這個地方呢 郭南山是郭家仁來台第十七代 說起自家祖先帶來的神明 自然顯露出一份驕傲 以前要不去廟以前是 一個山谷叫做鳳山谷底 到那兒去起來 就叫做鳳山谷底 然後叫做鳳山師 鳳山師就是那邊那裡 有一個鳳山師 我們是教育的這樣說話 說鳳山師 郭南山說當時家族 將信翁宮帶來台南之後 先是建了一間小廟 不過一開始廟名是 沿用家鄉的鳳山寺 那麼後來為什麼 改為西羅殿呢 因為以前在這個地點 他就降到我們虎城的 大西門的這個位置 他也降到一個很大的地理 在這個地方 他管轄區元代 因為他的封號是天下中代孫 以前虎城裡面 有東西南北的民廟 東有東玉殿 南有南極殿 北有北極殿 獨缺西邊 西邊那時候 我們還稱為鳳山寺 但是大正二年的時候 我們改名變成西羅殿 因為當時台南西區 獨缺有殿之廟 所以將鳳山寺改名為西羅殿 便一直沿用至今 而西羅殿除了廟名由來 反映地方歷史 廟裡供奉的十三太保 也非常有特色 因為牠們的精深會隨著直撕不同 外型有所差異 這是我們的十太保 你看牠的雙手都是垂下來 雙手都是垂下來 然後眼睛你看 都是凸眼 動作感 這個雙手是垂下來 這個雙手平放 然後十二太保的部分 牠就無垂下 這個雙手 牠這裡有一個頂 因為這裡是垂下 所以說就呈現不一樣 牠在垂下的時候 你看牠這裡手扣起來的時候 牠給牠這個張欲大 這個張欲大就對了 但是牠這裡也是雙手 這裡是雙手 這邊是雙手 有明顯的不同 這個CW副鴿 因為CW副鴿是都提供的 牠都是 處理料理也好 或是辦公室也好 所以你看牠的全身 全部都是木的 全部都是木的 然後你看牠的手 木到木 牠就出入手 左手在前面 右手在後面 然後牠的手指頭 牠會做一個立體的表現 手中的這樣 所以說這個就很明顯的 有一些不一樣的差別 平時看泰保都身穿神袍 這一次因為節目的關係 信徒們能夠親眼見到 神秘的今生 就彷彿是明星見面會一般 紛紛拿起相機 捕捉著難得的鏡頭 然後觀眾朋友想起來了嗎 節目一開始不是說 西螺店最著名的就是 大鏈嗎 這神秘的大鏈 到底是什麼呢 大鏈 我們這裡都說做神秘教 神秘教 什麼神秘教 就是牠的角色 就是孫安 然後就有一點警察 抓小偷的那個意義就對了 然後我們的大鏈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其實我們上面是 有一個安保 漢保 蓋在上面 你看前面 有一個心中在前面 然後我們的四方 我們都有五熟的角色 我們出的時代表 我們有雙朋友出的 要圍繳 派名 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的兩邊 我們都有七千元 在那個地方 原來西螺店的大駕 早期稱大鏈 又叫神秘教 只有在特殊的日子 才會出動 這次廟放映 台灣百廟的要求 讓大駕出動 也才讓觀眾有眼福 可以一瞧這所謂的 官大駕 是這麼一回事 我來講一顆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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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交一顆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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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交一顆球衣 就比較敵數 普通時是沒有在幫你 請這個金身請來請去 今天台灣百廟 人家沒有來 採訪這個大駕 金身怎麼召 這樣大駕由來 要請你 十英功的神駕 就要去做大駕 西螺店的大駕出巡很不一樣 要先請示 南北巡總指揮的斯泰堡 由他指派誰來上教 這次台灣百廟來採訪官大駕 斯泰堡指派了是石泰堡上教 不過我們感到奇怪的是 請神都是要請準尊的 為什麼還要費心的 把神袍脫下來 而且還必須要由資深的教授 進行雕大駕儀式 這雕大駕又是什麼呢 就是把神明好好的固定綁住 為什麼要把他綁住 我們說的雕大駕 就是把神明好好的固定綁住 為什麼要綁住 我們說的雕大駕 就是要把神明刁案 因為當他在發威的時候 他就是橫衝直撞 甚至就是很迅速的 快很準的去執行他 要的比如說抓鬼也好 比如說要救世也好 他就有他的神威在 所以他當他發威的時候 那種力量不是我們一般人 可以去承受的 聽大哥說得如此神奇 讓我們不禁也期待起來 神明降價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真的會如他所說的 神力大到凡人無法招架嗎 怎麼會忍耐 開中國 你肯定還中了 你肯定還中了 這是真的情形 才不是 大 bart真的動了起來 而且還越搖越大力 甚至呈現幾乎 360度的旋轉 難怪事情要調大大 來確保轎上神尊的安全 而此時 我們看到了大嘎 往另外一間廟走去 是發生什麼事情嗎 找通注意喔 找通槍 原來這間廟是風神廟 因為風神廟正在奏究 作為鄰居的西螺殿 就以坐大駕方式 前去道賀 展現了神明與神明之間的友誼 教班大哥還告訴我們 今晚關大嘎的順利 是連他們也意料不到的 剛剛的狀況就是說 我們也滿突然的 稍微有點沒有 做好心理準備這樣子 可能他也想說 配合大家這樣子 他也有瞬間下來 不然以我們的經驗上 他可能沒有那麼快下來 其實很吃力耶 就其實也是一種享受 對 其實如果會扛的 其實到最後只有一個爽自 真的 原本只是因應拍攝需要 恭請神明上教模擬 關大嘎的過程 沒想到廣澤尊王 竟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就降價 讓我們目睹西螺殿最著名的 關大嘎 廣澤尊王的威名 再加上百年來 關大嘎屢屢顯現的神威 要說西螺殿是台灣 廣澤尊王的信仰中心 一點也不為過 因為大嘎是由西螺殿化研出來的 他的原廠其實就是在台中的 人家的那個地方 但是他來到 發展後來到西螺殿的時候 他好像變版書的東西 所以說他這是一個文化傳承 但是不然在西螺殿在地化 他又變版書 因為大嘎 他出的時候 有時候有時候他要開學 我們的手腳 甚至有冬季 要幫人辦書 所以西螺殿南北順 以前都絕對大嘎 手腳都做回去 剛才有事的時候 幫人做出力 所以說我們的出城 我們是很特別 也因為我們都有南順 北順中順 順是台灣的一個地方 所以說他因為這樣 生命遠過 所以說我們在西螺殿 本人的 本人警官的廣廟 廣泽尊王非常多 也造成了 我們現在就是 全國共産尊王的信箱中心 沒有錯 西螺殿香火鼎盛 在廟宇界有一個說法 說西螺殿分靈神像之多 讓這間廟的廣泽尊王出生率 快比台灣嬰兒的出生率 還要高了 大駕初尋所立下來的神威公姬 更讓西螺殿從家族小廟 成了舉台文明的大廟 也因為大駕出動 非同小可 所以可以擔任教授的 都要有很大的體力 反應與默契 多數教授是父子相傳 加入教班的 更大駕是從小 爸爸耳如木男 那當然是 有位從小就是看說 什麼以爸爸的體格來講 哪有可能四個大男人 沒辦法把這頂神教抬起來 那從小就有這個疑問 那慢慢接著長大去接觸到 從開始練 訓練這樣子 從十七歲開始練到現在 我爸以前也是 很久以前也是高練班的 然後我們從小就是在這裡生活長大 然後後來有 也是傳承要加入延續下去 是你自己治癒還是 我自願的 我們自願加入的 其實每次出去都會有突發狀況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 然後他如果突然停下來 很激烈的時候 可能就是他在辦事情了 身教晃動我們都沒辦法承受 也是都會抓不住 有一次我們去屏東 突然衝去香蕉園裡面 可能他有看到那個不乾淨的東西 所以就衝進去 開始激烈的搖晃 我們四個人都沒辦法 後來就趴下去 沒辦法抓不住 教班人員經過特殊的訓練 出巡時還需要廣則尊王定遷 才可以上任 也因為是替神明服務 品性自然也很重要 辦事之前是不能喝酒的 然而在西羅殿 他的神蹟也很多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 發生在民國六十八年 奉旨南巡時所發生的 仿山大戰 當時負責守教的黃天堡 親身經歷了那段 神鬼交鋒的戰局 和《安操學》 小警告在 commenting時 做這個國防部長 他剛才互 extensively過 剛才看得到 問卻什麼 人家概述說 這間溫惠 死很多人 死很多人 根基劇 在這次講述 瀀目前 他在 concluded 瀀遠 已經腳三米 三嶴�了 政府級說 他說什麼 那段 這個神明 真是 共同 Party 所以到他的時候 就叫人來提供這個 保安天下的旁邊 然而在西羅殿 他的神蹟也很多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 發生在民國68年 奉旨南巡時所發生的 坊山大戰 當時負責守教的黃天堡 親身經歷了那段 神鬼交鋒的戰局 坊山 是有這大海戰的 就是他們的鄭頭鄭民 他們的土海抓不去 政產的都不修正 都政產也不修正 他們的村民 來拜託到西羅殿的大家 受到坊山人民的邀請 請來西羅殿大駕去巡裝 結果來到海邊 一場大戰即將開大 來到這個海林 本來是 那個海映是在牆壁而已 結果開始發一個 鬼神高映的時候 要抓這個水鬼起來 一映比一映更大 一映比一映更大 那個映 他看起來差不多要整人看的 對 海映 他們的村民看起來會怕 像我在我跟二映 發秋季的時候 他們那裡都怕到 我們有四、三個 都會有發秋季 大家都要白映 紅、幼、大 一個、幽、一個 到現在到這個海鬼 這個臭鬼 總到 列入來的時候 起來 來順他們的鄭頭 他們的鄭頭 這個政產的不修正 越來越那些鄭頭的鄉城 臭鬼總收拾 總收拾後 來蓋一個油鍋 現做臭的 現做派的臭鬼 現做油鍋 希羅殿的神威 多到說也說不完 是連國家元首級 都給足面子的 民國五十幾年 有一段故事 這段故事 那時候台南市的人都知道 因為它溫和 以前有紀辦一個玻璃圈 玻璃圈要割宰 很老的 很多人去看 看的中間 所以發生異化 異化就是 在看的人站在那隻村子上 那隻村子不必無言無說 所以沈下這個溫和人 所以死二十幾個人 那個溫和都不會平成 從此之後 就發生了不少人在 運河親身的事件 這時鄉親於是 請廣澤尊王手腳出動 剛才在砍的時候 這個金金國 金金國一檔車時 做這個國防部長 他剛才車車車車過 剛才看到 問說這是在做什麼 人家解說 這裡這個溫和 死很多人 死很多人 在這身公的尊王 他在連鎖砍爭 已經砍三個月 三個月了 金金國一那時 當時他聽說 愛的這身心名 真主比愛的 可以保護萬人 所以他到他的時候 就叫人來 提供這個 保安天下的邊 保安天下的邊的時候 他提供下去 一旁風順 很高位 對國防部長一直做到 台灣專性的總統 這座保安天下的牌匾 就是蔣經國送的 下次來府城 別忘了來這參拜 看看香火鼎盛的西螺店 而廣澤尊王的神威 不僅讓府城留下了 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 在桃園大溪 廣澤尊王還與一位藝人 從小結緣 不僅如此 甚至還找他當公主 到底是哪位明星 與神明這麼有緣呢 今天很久很久 沒有來賓 來到我的節目現場當中 今天這位來賓 你看的照片 如果你看看 我們粉絲專員的發文 就會發現 他終於發行他的新作品了 大家看到現在 我身後的服務的電台 像在我們的電台的 北志中興辦公室 要做訪問的時候 就要特別來到這邊的Studio 來訪問就是受訪的嘉賓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不是只有在廟宇裡面服務 就是我的演藝工作 不管是音樂劇的演出 通告 或者是駐唱 或者是可能是作品的宣傳 其實還是一直不間斷的 歌唱比賽奪冠出道的賴明瑋 既是歌手 電台主持人 也演過音樂劇 不只演藝工作游刃有餘 他還接下了家中廣泽尊王廟的公主一職 明星公主一搭就是十年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是我們有兩位 有兩隊新人 這兩隊新人是誰呢 不是人 是神 是我們的廣泽尊王跟廟宇仙飛 有兩隊的廣泽尊王廟宇仙飛 今天要來做結婚 共結天盟的儀式 神明的婚禮 大家現在看到畫面上面 出現的所有的這些 包含十二禮 十二禮就是 這個古禮的婚嫁十二禮 男生十二禮 女生十二禮 這個是基本的禮數 那其他呢 大家看到氣球拱門 然後包含這邊的這個 刻字的這個造型汽水 然後包含還有這些貢品 然後喜歡吃的這些點心 然後包含這些手飾 還有它的項鍊 然後包含他們的胭脂水粉 通通都是我們重地址 請示它的意見 它是什麼牌子 什麼顏色 包含什麼樣的香味 然後讓它自己來決定 然後由地址來幫它備辦 它的嫁妝 來 我們來恭喜 我們的二贈六一先生 三贈六一先生 先舉出場 請再唱 英文美鳳天祖一項 有心靈中心慣性 這個破壞平安 學家安康有嗎 有 幸福美鳳有嗎 有 台前台灣有嗎 有 五車對白 拜 好 請示範 來 先起來 請示範 請示範 賴明瑋口中的她 就是今天的新娘妙應先妃 身為大溪鳳山寺廣泽宮的公主 她一手策劃了這場 別開生面的神明婚禮 既要遵循古禮 也要加入創新元素 連廟會網紅菜桃櫃 都慕名前來觀禮 就有個觀察 她今天真是有一個非常 非常少見 也可以說是 幾乎是第一次的這個案例 就是 因為神明結婚 我們以前聽過 土地公土地婆 這是最常見的 這一次居然是我們的廣澤尊王 跟廟運先妃結婚 這一孫是台灣算是第一次 我跟她就是 算網友嗎 我 比較坦白說啦 說會對比較不好意思 我們是聽她的歌長大了 而且覺得很酷 因為她以前是 是歌手嘛 這個流行歌手跟這個廟會 其實有點扯不上關係 但她很酷的一點就是 她把這些廟會的文化 帶到這個大舞台上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她那次比賽 把整個八家將 帶到那個攝影棚裡面 去融入她這個表演 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 所以她可以把這個廟會 玩得這麼酷這麼流行 所以我對她印象很深刻 她說我就有加她的FB 加她IG 我們一見到面 就是好像認識很久 因為她人也很好相處 所以就小聊一下 廣泽尊王的一些故事這樣子 就像蔡陶貴說的 賴明偉善用創意 推廣信仰文化 力求將活動辦到盡山盡美 因為這間大溪鳳山寺廣泽宮 對賴明偉一家人而言 就是他們的家 主寺神明廣泽尊王 更是救命恩人 我退伍那一年 遇到我爸爸是甘櫻化莫子 就等於是甘癌 那時候我自己也很突兀 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剛好 到了那個朋友家 他們家的公廟在辦事 那這辦事我就跟著他們 在外面炮炸 也不知道是什麼姻緣 他們辦完事情的時候 突然間機心又跳起來 他是什麼 他是過路神廣泽尊王 然後他跟我講說 你現在很煩 就是因為你爸爸的關係 我使你更是OS 你怎麼會知道 我真的很煩就是問我爸 他說你放心 你爸爸還有十年的壽命 我跟OS啊 我那時候想說 我到底要聽醫生的還是聽你的 醫生就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還有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 喜歡吃什麼 你買什麼給他吃 喜歡去哪裡 你帶他去什麼 這種心理 我怎麼可能說 你跟我講說還有十年壽命 可能嗎 那我心理就想 假如如果說 我自己我沒有講出來 我都沒有講 完全到那個都沒有出聲 然後我心裡自己暗示 在洗一個怨 我說假如這個怨 有實現了 我願意供奉你 被醫生宣布 只剩兩個月受命的 明偉阿公 後來奇蹟似的 多活了十二年 感恩之餘 明偉爸爸沒有忘記 對廣泽尊王的承諾 他誠心供奉廣泽尊王 也成了廣泽尊王的代言人 而這位神明 自然也成了守護 賴明偉長大的 第二個父親 回家的路上 經過廣泽尊王 就經過這個地方 然後我覺得我壓到東西 就是車子壓到東西 所以我就停在這個大馬路上面 然後煞車然後爬下來看 我們一打開的時候 怎麼地上很多蛇 這是夢境 然後跑上來很多蛇 然後我就情急一下 要去撥 要去撥那些蛇 結果我拿出一隻令旗 所以我就來寶貝問 寶貝問說 這夢境是不是有知識 有 然後再來說 是不是告訴我 我應該來做這件事情 三個聖杯 被醫生宣布只剩兩個月 受命的明偉阿公 後來奇蹟似的 多活了十二年 感恩之餘 明偉爸爸沒有忘記 對廣泽尊王的承諾 他誠心供奉廣泽尊王 也成了廣泽尊王的代言人 而這位神明 自然也成了守護 賴明偉長大的 第二個父親 其實我大概一兩歲 就有記憶 然後所以在那個階段 我就已經 已經習慣了 就是家裡面 還是說生活當中 有這種拜拜的香味 然後有紅紅的紙 然後有什麼 然後有亮亮的紅燈 就是神桌 就習慣這個東西 然後因為小時候 體弱 那受到這個神明的保佑 就是跟他結緣 就是因為 受懸吊兒子 保佑平安健康 然後一直到慢慢長大 差不多大概在五六歲的時候 我們從板橋搬到大西 那個時候也是我父親 剛分臨令吉 回去拜的時候 所以從那個時候 喔原來我的 這個乾爹是廣州尊王 大概在我還沒有念小學的時候 我已經會寫廣州尊王 因為爸爸會教 媽媽會教 喔廣州尊王會寫 所以我就知道說 紅紅紙上面寫廣州尊王 然後令吉是廣州尊王 可是我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然後一直到 大概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 那個時間是我也過世了 那過世滿一年之後 我們才去雕塑了這個精神 然後說喔原來廣州尊王 他紅臉他翹腳 他十六歲 然後所以才對那個 那個時候才開始對這個神 開始有一種很奇特的如目之情 然後如果沒有辦法 就是跟大人講的東西 我就偷偷的手拜拜 還是燒香在家裡面 燒香跟我的乾爹 廣州尊王講話 包含考試啊什麼的 然後他考連考啊 我怕我考不好啊 我說欸 我今天要去考試 有空你可以來看看我嗎 結果廣州尊王真的有來考 來看嗎 為什麼 因為我在考數學的時候 考高中的時候 考數學的時候 數學不會就是不會 所以我就放棄了 然後就考卷一翻睡覺 結果在那種 不可能的地方出現彈香味 而且是一面撲鼻而來 我因為聞到這個彈香味 我就驚醒 好啦 再檢查看看 兩題 這兩題我會寫 就是因為這兩題寫對了 多了四分 所以我考上公立高中 升上高中之後 賴明瑋因為接觸吉他社 開始喜歡音樂和創作 踏入演藝圈當歌手 似乎也是意料中的事 追夢的同時 他沒有忘記家中父母 因為隨著自己年紀越大 賴明瑋也發現 爸爸媽媽一天天老了 公主這個職位 他應該學著承接 在十年前 我接任這個身份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點點 特別的原因 是因為我夢到這個夢境 我才來提這個念頭 因為我夢境當中就是 我開車回家 回家的路上 經過廣澤宮 就經過這個地方 然後我覺得我壓到東西 就是車子壓到東西 所以我就停在這個大馬路上面 然後煞車 然後躺下來看 我門一打開的時候 怎麼地上很多蛇 這是夢境 然後跑上來很多蛇 然後我就情急一下 要去撥 要去撥那些蛇 結果我拿出一支令旗 所以我就來寶貝問 寶貝問 我說這夢境是不是有指示 有 然後再來就是 是不是告訴我 我應該來做這件事情 三個聖杯 所以我就跟我母親討論 那我母親很反對 為什麼 他說你應該去專心你的工作 專心你的事業 然後你一個演藝人員 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他會說你怪力亂生 然後說你怎麼樣 但是我就 就是我們就肯談了很久 我說我覺得 我從小時候要保佑長大 那我是你們的小孩 那我覺得現階段 應該要由我來 傳承這個責任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要做你們不方便做的事情 做你們不擅長的事情 他應該換我來幫他服務 然後分擔你們的這個負擔 不擔心藝人身分 讓外界放大檢視 賴明偉堅持做自己該做的事 接下公主職務 是為了報神恩 也是一份孝心 這位明星公主的用心 只要和她接觸過的人 都感受得到 我以前是做健康餐盒 然後賠了很多錢 對 我們就是想說 我一直想說要做海鮮粥 對 我的海鮮粥是那個 那時候我沒有做過 我就知道成本比較高 我公婆還是去了各大的廟宇 求籤 問世 每個都說我不適合賣海鮮粥 叫我去做素食 說我命格要做素食 可是我就是真的不相信 就是不能做 但是我想說 有看過那個賴老師的一個成功故事 他的那個分享 然後我想說就來拜拜看 對 因為他們有問世 我想說那一天好像晚上來了 就剛好那天沒有問世 那我就 他就說他可以幫我用抽籤的 那他還幫我們解釋這樣子 對 我們抽了一個籤 他說廣的狀王覺得你可以做 那你只要就是心存善念的去做 認真的做 就是一定會有回報這樣 那我們做了三個月就爆紅了 在信義區做的還不錯 在這波疫情 那個我們在第一波疫情的時候 遇到 那時候做健康產人 所以慘賠一百多萬 後來第二波疫情 因為做海鮮粥 我們真的是 沒有感覺到有疫情 那我昨天就跟我老公說 我們應該要下來還原 因為在大家都不同意 不支持的當中 只有廣成狀王就是支持我們 因為那時候大家睡夢中 然後也是接到 就是宮裡面這邊通知說 火災 起火了 所以我們從外面的住家 開車過來 那個時候已經進不來 當下就是 會對自己的這種信仰有一種記憶 然後我拜你那麼虔誠 那為什麼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還是不是沒有保佑 那我昨天就跟我老公說 我們應該要下來還原了 因為在大家都不同意 不支持的當中 只有廣成狀王就是支持我們 比如說以信仲來講好了 你們覺得她是一個怎麼樣的公主 跟她相處的過程 她是一個非常棒的公主 我真的只能這麼覺得 因為我本身 我很少就出社會 我大大小的宮廟 我都去過 那以我 對那個公主啊 還是廟裡的人啊 我真的接觸的非常多 因為我小時候也是這種 愛跑宮廟的人 但是這邊真的 讓我覺得是 不會去用騙 而且不會一直說 我們這裡什麼 你要加持啊 你要花多少錢 完全不會 海鮮舟那時候 我們真的身上 只有幾十塊錢而已 我真的 我只有偷香油錢 一個金子 但是那時候我們 因為我已經賠一百多萬 我剩下借來的十萬塊 是我們 最後 最後真的是 稻草了 完全沒有錢 去做任何東西 但是賴老師 她完全沒有去 就是 鄙視我們啊 還是覺得我們不好啊 她 她的那個抽籤 還是完完全全 幫我講得很仔細 就是 她也給我很多鼓勵的話 對至今 我們都是受益良多 你是非常感謝她 對 看到信眾 因為廣澤尊王的幫助 解決人生難題 就是賴明偉 最開心滿足的時刻 也讓她更加堅信 接下公主的決定 是正確的 不過她卻告訴我們 為神明服務的這條路上 其實也曾經茫然過 幾年前的一場大火 不但混了她的廟 也摧毀了她原本的熱情 事發是在2016年的3月9號 凌晨的 應該是3點多4點 因為那時候有監視器 所以大概有知道說是 是在3 4點的時候 凌晨3 4點的時候 就是火勢是最大的時候 然後後來我也是接到 因為那時候大家睡夢中 也是接到 就是宮裡面這邊通知說 火災 激活了 所以我們從外面的住家 開車過來 那個時候已經進不來 為什麼 因為外面二三十台的消防車 然後有救護車 然後水線拉著 然後這邊整個 然後那天 就是還下著 還有下著一些小雨 所以就是愁暈產物的感覺 就是現場親眼看到 當下就是 會對自己的這種信仰 有一種疾疑 她說我拜你那麼虔誠 那為什麼還發生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還是不是沒有保佑 是不是怎麼質疑 矛盾 傷心 悲憤 很多一些帳號就來留言 活該 報應 怪力亂神 對 上帝不饒輸你們 反正就是各種 不理性的聯論都有 望著被燒黑的廟宇 麥銘瑋說這真的是欲哭無淚 他不知道為什麼 從小拜到大的廣泽尊王 要給自己這樣的考驗 沮喪之際 是深愛的家人 給他重新站起來的力量 我的舅舅 他是當時的廟宇 他就是因為 他來不及跑出來 然後因為他有吃安眠藥的習慣 睡覺 所以當時他其實 他其實是在他的房間 就是被濃煙嗆 窒息 過世 所以我母親 當時受到這個 這件事情的影響很大 所以那一年他就 有嚴重的憂鬱症 因為父親的身體 就是不久前 才剛從家戶變回來了 然後母親又 當時因為這個原因倒下來 那我自己當然不能夠失智了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父親也因為這件事情 整個人狀態 整個人狀態振作起來 當時3月9號發生火災之後 有一個晚上我睡覺 就是我救部出病之後 然後睡覺做夢 我夢到我跟一個年輕人在聊天 就在一張長桌 然後穿白衣服的男生 他就跟我講說 講國語啦 他就講說 他說你不用擔心 貴人在遠方 他在桌上這樣子畫 貴人在遠方 然後第二件事情他就講說 他說你出去看我背後有什麼 然後我就看到他的牆壁 可能是像個廟宇吧 所以背後有一些畫 就是凋樑畫洞 可是一個廟宇的壁畫 然後後面他畫的就是 有古代的士兵 拿著武器拿著長矛在巡邏的 有人在煮飯 有馬在吃草 然後有帳篷 我看到了 然後他就說 太陽在我的右手邊出來 月亮在我的左手邊下去 我看的地方要有水 然後講得很清楚 然後第三件事情他就沒有講 他就是比 這樣子 然後我就醒了 無法解釋的夢境 賴明偉一直放在心裡 他相信是廣泽尊王 要來幫助自己重建廣泽宮 但方法是什麼 貴人又在哪裡呢 很快的答案都一一浮現了 那到了六月 我們就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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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解釋的夢境 賴明偉一直放在心裡 他相信是廣泽尊王 要來幫助自己重建廣泽宮 但方法是什麼 貴人又在哪裡呢 很快的 答案都一一浮現了 那到了六月我們這邊 開始在討論要整建 就是可能要修繕 然後裡面也整理得差不多 那包含新的神像 也已經要回來開光了 那當天開光的時候呢 那王德州王降價 那我們的副主委 就是去請教他 他說那我們現在這裡面 要開始動工了 那個你的神像 你們的生命的座位 要怎麼安排 他就派桌子說 我以交代 但是副主委也不知道這個事情 然後後來就說 那請他親自出來看 於是他就走來外面 當時這邊還是廢墟 就在現在裡面內陸那個地方 用那個七星劍指著地下 然後箭口朝外 就向著這個地方 底 坐這邊看這邊 然後這個 他的位置就定下來了 然後事後呢 我們來去推敲 因為剛好跟以前的座向是完全相反的 以前在這邊 現在在這邊 然後轉過來之後呢 我們的右手邊 這邊是正東方 所以每天太陽都從這邊上來 然後月亮從這邊下去 而且這個地方看的就是 三峽的板金水場 所以就是說太陽在右邊出來 月亮在左邊下去 然後他看的是有水的地方 那他的位置確定了 那第一件事情應驗了 那第二件事情呢 錢哪裡來 貴人在遠方 那結果 6月19號的時候 我就 粉絲專業 收到了一個 來自新加坡的邀請 是新加坡的一間 百年的媽祖廟 新加坡天府宮 他們的這個總務 是一個阿姨 一個伯母 他就透過這個 粉絲業來跟我聯絡 說他邀請我去做表演 我就想說 欸 貴人在遠方 會不會是這個機會 所以呢 很快的時間 我們就橋定了這個行程 後來我們買了機票 飛過去 然後到了 新加坡張宜機場 一下飛機 來接機的 不是主辦單位 是這個 跟我們一樣 拜廣泽中網的 新加坡聖功魔化傳承委員會 然後我們行李 拿上車之後 這個領頭的這位 祕書長林先生 他就說 明偉你不用擔心 我們把錢都準備好了 讓你們帶回去 重建廣泽工 就跟夢境裡白衣男子說的一樣 廣泽工重建的神明座下 和資金問題 都一一獲得解決 但夢境裡的第三個指示 又是什麼意思呢 他不是比這樣子嗎 然後放在手上 然後這樣子翻嗎 後來我懂他的意思 因為12月3號廣泽工入火安座 然後2017年入圍金曲獎 最佳台語男客生 就是原來我懂阿醫師講 你跟廣泽工會同時逆轉乾貴 不可思議的夢境 真的一一實現了 火災後9個月 鳳山寺廣泽工重建完成 當初被火災燒毀的開機神尊 賴明偉特地保存下來 因為這是廟裡香火的起源 即使神像外觀已經不完整了 但精神絕對是存在的 明星公主之路走了十年 賴明偉為神明和家人的付出 爸爸媽媽都看在眼裡 傳統的他們或許讚美說不出口 但孩子的努力 絕對都記在心裡 那爸爸如果要你現在 他就坐你旁邊 當他的面對他講說 你覺得他這十年來 他這個公主的工作 做得怎麼樣你說得出口 就是OK啊 就比一個讚啊 對啊就是OK啊 現在最流行的一個 一個讚啊就這樣而已啊 我覺得你們兩個都 就是很在乎別人做 一定都要中間有個距離 或是講話不太會 看對方的視線 男人不需要他講太多 對 對他有什麼感謝或是什麼 你說得出口嗎 那看著他對他講 就是感謝他 就是現在有比較 教機剛在這個維持飲食 然後演演抽少一點 明信當公主 一路走來即使受到了重重考驗 好在都有家人的相互扶持 以及廣澤尊王默默的安排 這條傳承之路 才得以延續下去 就像是西羅殿有名的關大駕 今天還能夠親身感受到神威 也得謝謝這群教手之間的 父子相傳 廣澤尊王庇佑這群為神明服務的信徒 並且透過他們 繼續守護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 好 好